Hello 歡迎收看今集的介紹 現在來到第二個環節 就是繼續Fenix Hello Hello 我們上集有略略說過 如何開始一個展示 還有你們有一個發燒碟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留意 還有訂閱Fenix的YouTube頻道 追蹤Facebook 我們就說一首展示的製作 上次你說 有些認真的作者 他真的會找一個展示歌手去錄 我想問一下 其實很多時候 一個展示歌手是一個比較後台的角色 是一個幕後一點的 既然一首歌 其實他們都知道 打算給誰的歌手 打算賣出去 因為現在科技很先進 電腦也可以有一些所謂的人聲 甚至是自己作曲的人唱 為何另外還要找一個展示歌手這個角色 首先就是 作曲的人 不等於一定會唱歌的 懂作曲的人 不代表他一定唱得好聽 他需要找另一個人 去幫他演繹這首歌出來 剛才你說作曲的人 可能知道那首歌是想寫給誰 其實很多時候都未必有這個情況 大部份的作曲的人 他本身純粹是寫一首歌出來 他未知是買給誰 是做了出來看看哪一個藝術是適合的 你說是量身訂造的話 其實就可能真的不需要展示映牆的 但是大部份的作曲的人都未必去到 可以跟歌手量量身訂造這個程度 有一些可能比較新的作曲的人 其實他很多時候都是不斷不斷地寫 然後就是不斷扔給唱片公司 看看哪一首可以被人選擇 首先作曲的人未必會唱歌 第二就是就算那個人會唱歌 如果他是一個男生寫歌的人 他想作曲給女生 基本上他都會找一個女生去唱一次 你說是不是不行呢 如果男生唱完之後 是不是沒有機會買給一個女藝術 就不是的 我也試過唱了一首歌之後 是賣給張敬軒的 有時候唱片公司 因為已經有很多的歌他需要聽了 他就不會想花時間 或再要怎樣預計一下這首歌 如果是女生唱的 會是怎樣呢 他們不會花時間做這件事 所以最好就是有一個女生去唱給他聽 他就可以大概預計到這首歌唱了出來會是怎樣 至於你說現在的科技可以自己 好像初音一樣 整個AI的聲音出來 其實很少會這樣做 除非你真的做一些電音那些 始終人聲也會有感情去裡面 廣東話也比較難 有很多的轉音那些 所以始終都是要找一個人去唱的 我很久以前了 接過一些示範 他沒有跟我說是想給誰歌手 就說給我男還是女 填完之後 他就會傳給唱片公司 唱片公司會通常CC我或BCC我 但原來他在內容裡面 他已經說我打算給誰歌手 但我填的時候是不知道的 很多時候我都不知道 究竟是我填完之後 他被人錄之前 他就打算給誰歌手 還是錄完之後 可能已經完成了 他才想到其實我覺得像誰 有些情況是唱片公司可能說 接下來這個歌手他想出碟了 他開始想收歌了 的時候可能會有些作曲人 是會想寫完之後 打算給他 其實我發覺中的機會都不高的 除非你是一些比較出名的作曲人 基本上那些新的作曲人 他都是不斷地寫 寫很多之後被人選擇的機會會高一點 而且他也不知道那首歌會賣給誰 其實寫完之後 我試過有一首歌是 唱了十幾年之後才賣給一個台灣的歌手 所以是不會知道賣到給誰 我經常說做這行業要有無限的耐性 譬如你展示都知道你是1號 你就是負責展示的 我們創曲填詞的 其實很希望究竟我們做了這首歌 我會不會出到小的 你問回我 譬如你所說的通常都未必會中的 我現在出到的歌 多數都是監製已經選了什麼曲 確認這首歌會出 然後就找我聽了 反而你真的做譬如 可能你做100首都未必有一首買得出 有時都要給一些心理準備 給想入行的人 如果我唱曲詞一起賣出 我想都未必過十首 我估計 機會率也挺低 會嚇到人了 我被人問過 我會不會跟歌手直接交流填詞 他們幻想得你會認識歌星明星 但認識一個展示歌手 知道這首歌賣了給某某歌手 會不會有機會跟歌手交流 告訴他們 我唱展示時是怎樣演繹的 到你唱歌的時候 他會不會跟隨 或者跟你問一下這些位置 可以怎樣拿捏 有沒有這些情況 其實是沒有機會認識歌手的 是的 因為基本上我錄完之後 已經跟這首歌沒有關係了 至於他去到哪個地方 也與我無關 有時可能監製 有時可能會給我的展示 給歌手做參考也不一定的 因為始終都會快一點 快一點可以拿捏到一首歌 但也會有些可能 首歌出街的時候 完全跟那個展示是兩回事 包括編曲那些唱法 也完全不同 也會的 基本上是不會跟歌手有交流的 我上集說過就是跟周維敏 周維敏他唱了咖啡在等一個人的和音 是那天剛好我錄和音的時候 因為他都在唱 所以我才可以跟他認識到 所以其他的歌手基本上是不會接觸到的 但有沒有說 譬如那個展示不是你唱 但是行內都知道你唱歌好聽的 不如這首歌 我特別想找Fenix去錄和音的 有沒有這些呢 會會 只是和音的工作也有 應該大部份的和音都是這一種 未必一定是我自己唱的展示 其實還有一種叫Guy Vocal 就是直接唱一個出街版的歌詞 譬如這首歌賣了 然後林直填了詞 我就直接唱林直填的歌詞 錄一個版本 可能是給那個藝人聽 這種情況是多數都可能是 那個藝人本身中文不太懂 或者他未必有那麼多時間去準備 所以想可能去錄音室之前自己聽了 快一點點就拿到一首歌 那就不會錄這種Guy Vocal 有想過自己出道做歌手嗎 早十年八年是有想過想試一下的 亦都有人是想幫我做這件事的 當然最後是沒有成事啦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那種時間是不遷就的 但是我現在想起其實自己都未必很適合 在那個年代做歌手 現在可能是真的你專注唱歌 或者你做到一些好的音樂出來 其實是有很多的渠道可以讓人聽 但是早上十幾年前都是靠主流那一種 其實我又好像未必太很適合 如果那時候做歌手 我真的未必只會唱歌就可以了 可能還要兼顧很多東西 真的要拍戲 對啦 形象那些 那我心想 我現在生完第二個小朋友之後 要減肥我也覺得很辛苦了 如果真的需要做幕前的話 壓力應該會很大 反而現在我覺得 譬如我出發燒碟這件事 那個感覺是舒服的 真的可以專注在音樂上面 在碟上面就不用兼顧其他那麼多東西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開班教唱歌的東西 其實你不是第一個問這個問題的人 一直以來都有人問我 是否教唱歌的 但是其實上集我都說過 我是沒有正式跟過老師去學唱歌的 所以基本上我又沒有學過 我又不太懂得怎樣去教人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懂得做 就未必是懂得教別人去怎樣做 相反譬如如果現在外面有些教唱歌的老師 他自己唱歌可能未必是說 說很好聽 但是他懂得用方法去教你 唱得好聽 令人開竅 是啊 是啊 懂得教就未必說要唱得好聽 但是我懂得唱也未必懂得教你 其實我不敢教別人 我怕教錯別人 有些人會說你教一下就懂的 其實我又覺得我好像過不了自己的關 會有點心虛 會覺得明明自己好像沒什麼料 好像在騙人錢 好像找人做白老鼠 暫時我還未想過這件事 將來我不知道 我想問你之前開了一個演唱會 接下來有一個項目 你有沒有試過 或者有沒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IG或者Facebook 會多了很多人訊息 問你唱歌的技巧呢 之前開那個音樂會之後 偶爾收到一些訊息 問我怎樣入行 做的沒有生涯 我也是這樣回覆他們 都是唯有讓自己的聲音更多讓人聽到 你說我可不可以介紹你呢 是不能介紹的 因為每一個作曲人 他有自己的選擇 就算我覺得你唱得很好聽 那個作曲人覺得你的聲音是不對的 會有些人問我怎樣才可以唱 我也很想唱 或者他們會很有趣的 他們會分享自己的作品給我的 這件事真的沒得介紹 唯有多揮一些自己 可能參加一些比賽 或者Youtube上多一些 分享自己的唱歌 可能一些新的作曲人 他都會需要找一些人幫他唱 他如果看到你覺得你的聲音是對的 又可以配合到 不一定是找一些存在 已經寫了很多年歌的 因為我自己的Inbox收到很多 就是要不問你有沒有開電視班 要不問你可不可以彈一些展示給他 其實這兩樣我都幫不了他 第三個我唯一幫到他 就是像你所說會傳一些作品過來 給你的意見 那些我就可以幫到他 叫做有一點點我的perspective 可以分享給你 但是那些要我帶他入行 要我給他電視班 那些就真的做不到 大家可以不用Inbox問我們這些問題 謝謝 不是不想幫是沒有東西幫到 是幫不到 真的 真的 之前你就說你寫碟 會有一首是自己作曲的歌 那除了那首之外 你有沒有做過其他的歌 其實呢 我自己想作曲 已經是想了十多年了 但是整天都會寫了一點點 然後待會再聽 又會覺得很難聽 然後就很難完成一首歌 是今次這個project 然後就真的滴起心肝 我一定要完成一首 今次這首歌 這首歌是我第一首完成的 填詞就未必可以說 可以做到正職了 那唱Demo呢 我知道譬如你現在主要是照顧家 但是你覺不覺得唱Demo 是可以維生的呢 是完全不行的 可否透露一下唱一首Demo 可以收費多少 我就不知道其他人收多少 因為他們可能是收很多 我也不明白 但是我自己就真的居馬費 就是 是啊 一點點居馬費 你當其實人家補習都多過我 我猜而已 我猜而已 你另外真的實收 我唱一首Demo 就一個數 是一個數 但是那個數目其實都是 只是夠蓋上 那句馬費 多一點點 可能去外面吃一餐好一點的就沒有了 哇 是啊 因為其實Demo 是一個作曲人自己掃出來而已 除非爆紅的例外 這個很小例子是這樣 但是分分鐘他賣了一首歌 可能每年都只有幾元版水而已 還要不知道賣不買得出 所以其實也不好意思收到這麼多錢 少許Wi-Fi 但是你說是否可以維生 一定是不可以的 錄和音和街音樂是比較好一點的 因為這些已經是賣出了 而且這些是有預算做的 而且唱Demo很被動 這件事 不是說我要唱啦 我有空啦 這樣就立刻有得唱的 你應該比我還要被動 起碼我都要填完才有才到你 哦 是的 人家都要寫好了才找我 所以不是你每天都可以唱 而且就算賣了一首歌 他的歌爆紅也不關我事 我是沒得分的 是生活不了的 是當少許賺外快的 既然生活不了 為什麼你還會再堅持呢 我本身喜歡唱歌 而且又能幫到人 又可以賺少許Wi-Fi 雖然不多 那就繼續唱吧 如果那首歌是由零開始 變成一首完整的歌 其實也會有些滿足感 聽到成品出來 我真的覺得有時候做音樂這方面 尤其是香港 我們是練習的 例如你錄Demo 可能幾個小時 可能一兩天去聽一首歌 那天詞可能又是幾天 但是想想作曲人 他的一首歌 我認為未必可以兩三天 就可以很完整的 做到一首歌 還有編曲 他還有很多粒粒粒的東西 你說剛才作曲人還要含錢出來 填詞是沒有的 填詞丁舞池多數都是沒有錢的 但是說作曲人 如果他有自己的家庭工作室 當然最好 因為我們上集說 多數作曲人 可能在家裡已經有設定了 很少說會再含錢去租工作室 就真的很禁 不會的 做Demo不會的 除非是出街和和音 其實現在有時和音都在家裡錄 也不一定的 除非是主音要出街那些 可能會找一些比較專業的錄音室 我們又到這個環節了 就是我很想聽Fenix唱現在很紅的姜濤 這首歌我很喜歡 又是聽到我心裡說 為什麼你經常要聽這麼弱心的歌 如果當天灰心不見你與身旁 誰肯聽我任性宣洩任我最喪最壞時光 總是你會借我這對熟悉的意見幫 情緒可戀方 好 今集就到這裡 下一次再有Fenix 我這次很貪心 叫她幫我做三集 我們下一集會繼續說其他做Demo 和其他比較技巧的問題 我們下集見 拜拜 這次要是 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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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